这小妹子挣了好几钱啊 好几钱 这阿姨跟这个小姑娘和同门摟啊你 知道吗 赶赶赚钱了 赶赶摟啊你 五十五十给新疆这边人真善良 大姨走了 你看看 哈喽大家好 新的丛严龙二次浪 刚跟耿大哥我俩在那个巴扎回来 今天看到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什么说那新疆人特别的善良 为什么说他们特别善良呢 今天就是有好多就是在那乞讨的啊 每个人都会给 但是吧今天发现一个娘俩 娘俩在那乞讨 但这个女孩呢 一个时候就见她 在牛羊那个市场里面见她 她就开始哭大哭 就是乞讨 但是后来呢 今天又看到她跟她的母亲在一起 咱们要是如果真是她母亲生病啊 咱们可以什么祝福她母亲 早日康复啊 他们这个视频我就错了 但是我在她后面的时候啊 看到她 谁念她母亲在这论语上坐着 回头的时候她俩在乐 她们说了一些个少数语言不还没听懂 但是看她们乐我就感觉啊 有点心里不得劲啊 不要拿着你的就这种欺骗那个咱们新疆人民的善良 二是还有一点是什么情况下 她前面挂个尿袋 咱们也不知道从哪块弄的尿袋 如果要真的有病真的祝福那个老人早日康复 但是后面的装了一瓶啊 装了一瓶备用 大家都知道那个尿袋是往外倒尿的东西 你倒尿的东西就没必要再装一瓶是吧 她害怕那个撒了或掉了 然后他们好你再拿这个结 这个就不对了啊 如果要是我理解错了啊 家人们看到啊 如果是我理解错了 我给你赔礼道歉 如果没理解错 我希望你不要是欺骗咱们那个谁新疆的善良 咱们再上海棠路看看啊 你年轻人也好干什么也好 人家是什么呢 以着自己的实力我唱歌也好 或者是我是吧 才艺表演也好 或者我卖点小礼品也好 这是靠自己实力 是吧自己的能力 这种的值得大家敬佩啊 所有人都说来到伊犁一定来这海棠路看海棠 我从这头走到那头 我没看到一颗海棠花 后来这后面写着我才终于知道海棠路 但不是海棠是杏花 杏花雨 杏花的也行啊 我从这头到那头我总没看到杏花呀 这也叫杏花吗 这是什么情况 看看啊海棠路啊 没有海棠的杏花街 来咱们看看杏花 是我来晚了吗 哇这杏花哪去了 海棠花在哪 没有海棠的海棠路 没有杏花 没有杏花 咱们听听歌也好 哇唱的好听 啊 空会跟我们两个人的过程 高山流水 无知音 人生得以自己的主意 但是总有离别之事 一首 不知不觉的天就亮起来 我们长睡了黑夜 长睡了星辰 在你踏上离别的火车 那一刻我只顾着流泪 忘了回首 忘了说再见 忘了一路正宠 一三一三不 那一三一三不 一三不 在你踏上离别的火车 那一刻我只顾着流泪 好